一开始现场消息赶快来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其实还是很多人要开高速公路 有的是出去玩的 有的可能已经要回家准备要收假了 而今天不止国一跟国三有高层载管制 国道五号也是有高层载管制的 那整个国道目前最新的状况 赶快连线给记者高家福 请家福来告诉大家 家福请说 好 主播今天是大年初四 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是非常好 而今天国道从上午开始 其实整体的车况算是相当的顺畅 只有在国道五号的南港道实定路段 现在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 时速大概在40到60 其他的包括雪山隧道里头 其实都还有70公里以上 不过由于今天是春假倒数第二天 因此高空局还是预估 今天的车油量还是上看300万 其中包括了不少 可能今天就开始北返的 要准备返回工作岗位的民众 因此特别提醒民众 今天要走高国道还是要特别注意 也特别提醒民众 今天在国道一号 北上的高雄到内立 还有国道三号 北上的九炉到大溪路段 上午的九点到下午三点 还是有时势高存在管制的 而在国五从昨天开始 其实从下午三点到八点 也是有时势高存在管制 高存在管制的这个措施 所以提醒民众 今天要走国道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状况 也提醒民众 今天一整天要走国道 还是要随时注意 这个及时的路况 还要特别提早规划 替代道路 以免半路还是被塞在路上 然后就想想 最近先把时间换给口内 谢谢家府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国道有部分路段 是有高承载管制的 而且不管怎么样 开车上路就是要保持耐性 然后小心地开车了 谢谢家府